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,总统蔡英文今天,二,日上午接见台北市漫画从业人员职业工会理事长赖有贤等人。 赖有贤说,台湾的漫画文化被忽略许久,最近才被重视,也提到对漫画文创场所的需求。 蔡总统对此表示,创作的空间很重要,因为人要聚在一起,才能相互激发创意。 如果每个人都隔在自己的空间,创意会是很困难的。 总统也请文化部评估场地的选择,提供漫画家创作的空间。 文化部与漫画产业界在过去一段时间,应该都有很隐秘的合作关系。 他也希望透过这次与赖有贤理事长等人的误面,说明政府到现在一连串振兴漫画产业所做的努力。 一行由文化部长郑李军陪同,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在场。 蔡总统指出,政府推动一系列的政策,就是希望漫画产业可以打好基础,开支散业,变成一项台湾很重要的产业。 台湾漫画的人才其实很多,而且市场也应该是存在的。 无论是小朋友或大人都喜欢看漫画,所以市场是无限的,可以一直不断开发。 而人才方面,也有很多年轻人想投入这个产业,但是这个产业也确实很辛苦。 蔡英文提到,她在竞选时,常常有机会与不同产业的朋友交换意见,其中一次就是和漫画产业的年轻朋友交换意见。 有些年轻朋友因为这条路走得太艰辛,所以讲到后来都哭出来,当时她觉得很动容,总觉得如果她执政的时候可以尽一封心力,让漫画可以在台湾有一个发展的机会,确实是执政者的责任。 她也要请文化部政理军部长不要让年轻人在这条路上走得如此艰辛。 蔡总统提及,日前她参观郑问故宫大展,有非常深刻的感觉。 郑问老师的功力,所展现出来的一项,其实就是超越国界的影响力。 很多事物看了会忘记,但郑问老师的展览让她无法忘掉,也有很深的感触。 她在现场看到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,证明了这是一项跨国界,跨文化的扩散。 在这种情况下,更有理由将这项产业做好。 总统进一步指出,漫画产业尤其可以做跨领域的合作,例如与XR,Extended Reality延展实境,的结合。 前阵子,政府举办黑客松活动,也是希望能够跨领域。 除了政府有一系列的政策之外,文化部目前正在推动漫画基地,如果有一个基地,就更能聚集相关的人才与资源。 蔡总统表示,很高兴有机会与漫画人士见面,让我有机会讲一讲我对漫画的感觉。 他说,在他的年代,小朋友成长过程中都是与漫画在一起的。 我们是跟漫画在一起长大的时代,没有理由让下一个时代不能跟漫画一起长大,或者在漫画的世界里找到他们未来生涯的可能性,这个都是我们做大人的责任。 随后,赖友贤理事长表示,两个月前举办的第十七届ICC,International Comic Artists Conference,国际漫画家大会。 韩国漫画家在获知总统将参观正问展后,激请韩国最有名的肖像画家金光星老师画一幅总统肖像。 他特别要借此次不谈的机会转赠于总统。 赖友贤提到,总统非常重视台湾的漫画产业,尤其政府在台中将设置国家漫画博物馆,这对台湾的漫画界来说,是重要的基石。 此外,前瞻计划让许多创作者有了更多的作品,因为没有好的作品,就无法与世界各地竞争。 赖友贤除向总统说明台湾原创漫画家的努力与辛苦过程,也建议台湾美食能够与漫画文创作结合。 舞台中他并邀请总统,陈局秘书长,政部长立临10月5日第二届台湾漫画节活动,为漫画产业加油打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